Hello 大家好 2023年11月3日 星期五晚上7時半 是我自己手錶VLOG的第40集 這是小周末 想說說一隻 其實很多人都會認識 但是如果在亞洲區 甚至香港 其實都會比較 小朋友去買 或者關注一個牌子 Brightling 百年齡的手錶 其實印象和感受都很深刻 早兩個星期前 約了一群朋友 在旺角吃飯 見面前 我自己去了廣華街 很著名 旺角買二手的街 有很多二手錶店 走完所有店 裡面大部分 有些小店 100%是ROLEX 有些比較大的店 有70%至80% 都是ROLEX 或者放一些充斥著不同的牌子 很可惜 整條廣華街 而見得到的 Brightling 百年齡 雖然雖然沒有正確地數過 但在自己的印象裡 其實都 少於10隻以來 其實Brightling 是一個挺有歷史的品牌 而且他做的手錶 品質其實不差 其實都挺可惜 一個碎紙牌子 要歷史有歷史 今天都會介紹一隻很特別的手錶 要故事也有故事 但是 種種原因 沒有人會欣賞 所以這次 都想分享一隻 自己的 Brightling 手錶 看看這次的主角 這次的主角 是 Brightling 一個很有名的系列 Navy Timer Modern number A22-322 是屬於 Navy Timer 指系列 一隻叫乳航圓的手錶 叫 Cosmonaut 或者關於這隻手錶的一些 很詳細的資料 我們稍後再說 講到 Brightling 的Navy Timer 就算多不認識他 多不關注他 但看到他這個款式 這麼複雜 這麼忙的 一個標本設計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Slide Rule 的飛行滑尺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 只要對手錶有少少認識 都會知道他這個款式 這麼複雜的樣子 講講關於 Navy Timer 的歷史 Brightling 在1952 年的時候 跟航空業人員及飛行員協會 簡稱叫AOPA 全名叫 Aircraft Owner & Pilot Association 合作設計了一隻手錶 給一些民用航空的人員 或者一些飛機師 使用的手錶 這些飛行員 或者這些航空業人員 在當時的電腦 手機電話 不先進 未發明的情況下 我們希望一隻手錶 可以做到一些計算功能 所以就開發了 這個叫做飛行滑尺 Slide Rule 這個功能 這個飛行滑尺 我沒有準備 就是班門弄斧去介紹 究竟這個飛行滑尺 究竟是怎樣去使用 因為其實HONEST 自己在網上 或者研究了Brightling 那個這樣的 menu 都研究了十次八次 其實自己都不十分 很理解 或者完全百分之百 可以解釋飛行滑尺的使用方法 所以在這裡 都不斑門弄斧去講 其實HONEST 時至今天 我想飛行滑尺 除了幫助大家 去做這個 CORNOGRAPH的速度計算以外 為了當大家去旅行 要去購物買東西 要去看 你那件產品的匯率 我想飛行滑尺 可以幫到你 其餘所有的事情 我相信 今時今日 我們的電子產品 這麼先進 用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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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電腦 計算出來的準確會更快 更加準確 但我們說回飛行滑尺 其實 可以計算到乘數 可以計算到 隨數 可以幫飛行員計算到 飛機的高度 速度 距離 耗油 以及在機器的Caseback 亦都會做了 這個爬升或者降落的 這個角度 那個換算率 用飛行滑尺 亦都可以做到 公里 海里 一些很快速的 節 兌換 當時 就和 Brightling 和AOPA 做了一個很精明的計算 設計了一隻 Nivitimer 手錶 就是 一隻沿用到今時今日 Brightling 它最出名的 一個系列的手錶 其實在1952年開發完 這個Nivitimer之後 其實這隻手錶 真正正 只會限於 提供給AOPA 所有的MEMBUS 護元 去佩戴 民用方面 外面 一般的 零售 客人 其實買不到這隻手錶 要等到1956年 Brightling 才把 Nivitimer 放到它的產品線上 才可以買到這隻手錶 另外 要講講 關於這隻手錶 它只屬於 Nivitimer 其中一個 叫做 紫的 產品線 即一個叫 複線 在這裏 大家都會見到 除了它很 很繁忙的 充滿了 不同的黑度 的Dial設計以外 大家都應該會留意得到 它在上面 很粗線條 最大 一個小時的黑度 是由2開始 一路到24 這隻手錶 其實它的副線 是屬於 這個宇航園 太空人的系列 Cosmonaut 有別於 我們一般的手錶 由1開始 到12 這隻手錶 它的黑度 是由2開始 一路到24 所以這隻Nivitimer 它是用一個叫做24小時制的一個手錶 和一個標本來的 用這個這樣 24小時的盤 很方便可以看得到 就是咒與夜 那個時間的分野 講到來 關於這麼特別的一個Cosmonaut 也都講講關於Cosmonaut 的一個開發 和一些些歷史 其實1962年的時候 正值當時 其中一個參加了 這個水星計劃的 宇航員或太空人 Scott Carpenter 因為當時NASA 都還未真正 去為太空人 去提供一個 叫做 Official Time Peace 所以連當時 即是Omega 很出名的 Moon Watch 其實都是未屬於NASA的一個指定的標準配備 當時所有的宇航員 他們也都有權 自己去找他們自己喜歡 或者一些合適的手錶 所以當時 Scott Carpenter 找了Brightling 去幫忙 希望他可以幫他 改善一隻 他真的在航天任務裏面 正是正適用的一隻NASA的時間 就把12的標盤 把它換成24小節盤 當時也把動作 改善了一個改善 Scott 真正正正在1962年5月24日 真的帶着Brightling 替他設計 替他改善的 這麼特別的NASA的時間 參加了Mercury 7 水星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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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任務 在5月24日 成功環繞著地球 圍繞著他飛了三個圈 也很安全地回到地球 但當時因為設備問題 以及計算問題 Scott 擴散了 Landing 的位置 速度擴散了462km 所以Scott 當時降落了 不知道在太平洋或大西洋 我真的沒有重確認 Scott 在海上 足足等了3小時 去救回去 所以當時Scott 真正帶著那隻Navy Timer 在3小時的海水浸泡之後 那隻手錶就完全失敗了 後來Brightling 送回一隻 完全一模一樣的新錶 給Scott 而完全完全失敗的 乳航員的手錶 就維持在Brightling的博物館裡 這就是關於Cosmonaut的歷史 在這裡 我們也會看看 這個螢光幕 關於Brightling的 自己的Home Page 可以看看 一些關於歷代的 Cosmonaut的歷史 第一隻乳航員的手錶 並不需要計劃 其實鷹網幕 這隻可以彈曲 封堂白骨 本身 Lilyه 代價是809 當時Scott 真正帶著 那bau 乳航員的飾wan 如何 當時整個手錶 也是用ico sir V- aатель 7 8 手動 member Modify 了24 小时制造的结构 让Skot参加当时的Mercury 7 任务 因为Cosmonaut 系列属于Navy Timer 的副线 所以它的升级和面移动 相隔的时间都会很久 如果要提及这个记号的809 以后 要等到1968 年才有 1809 的模式 Cosmonaut 才会发生 因为它放大那张图就不知为什么有些 error 只可以在这个 preview 的细图 让大家看到 颜色相比较不同 这一款的 1809 使用 Calibra 叫 Calibra 11 如果有看过我介绍 Cyneth 的朋友 知道是当时 Calibra 11 了 是 Brightling 连同 Hamilton 连同 Duelby Depressor 专组的瑞士公司 共同研发的一个自动上链的计时机心理 一直到 17 年之后 这一款宇航员手标才有 Next Generation 的 Facelift 或重新设计 当时这款宇航员手标等到1985 年 它的名称是 8806 的宇航员手标 这一款模式 连移动都不同了 当年这个模式 用了很出名的 Lamalia 现在已经被保机收购了的 Manufacturer Brigade Lamalia 的 1873 一个很出名的Movement 这个Movement 除了Brightling 有使用以外 很出名大家认识的 Omega Moon Watch 其实都是在用这一款Movement 之后就要去到2022年 应该是2002年 当时Brightling 都终于有自己的In-House Movement 才把他自己B01的Movement 放进去他新一代的宇航员手标 大概看了一下关于一些Brightling宇航员的历史 不同的多年有些不同的色样 我们正式就开始讲一下我们今次的主角 Model No. A22 322 属于Generation 3的一个宇航员Cosmonaut的手标 为什么Raymond要在重重的Cosmonaut手标里面 就是要选择他 其实你要讲Movement 讲很Legendary 其实都不属于Generation 3 第一件事 首先讲这个手标的尺寸 这个尺寸就是我很喜欢的 属于我很适合我尺寸的 41.5mm的直径 厚度到14.4mm 而脱脱的尺寸就只有49mm 在我自己这么有手腕 小数Brightling 通常它的手标都是44mm 或者特别是在Navy Tama上面 它的尺寸都会比较大 尺寸方面 很符合我的手腕 还有这个手标 它将所有Brightling 要有的一些很象徵的 它的DNA的东西都在上面 先讲讲它的Dial的设计 首先都无需多讲 就是它的双向Bidirection 的一个Slide rule 这个飞行画尺 在它上面 大家会看到在12点 24小时 这里就会用了一个 这个它的名字叫Brightling Wings 和Anchor的一个logo设计的一个饰养 因为其实在这么多年 即是Brightling 都有不同logo 或者不同的Generation 其实都会有的 例如现在 即是今年2023年 大家如果有留意 它是Chronomac 它在用单字一个B 那叫Single B的一个logo 另外大家可以上去Brightling 去看看 有一个叫Twin Jack 另一个叫Twin Jack 好像两个小飞机的一个logo 另外就刚才我说 1952年的时候 这只手标正式 就是Brightling和AOPA 去共同开发 如果大家要留意 2022年 Brightling的手标 就是用了当年的AOPA 那个logo 你问我那个AOPA的logo 一眼看下去 我就觉得像青马一大桥 我一点都看不到 有飞行 有一对Wings的元素 所以我自己 这么多个不同的Generation 我觉得 Brightling 在印象中最深 就是Brightling Wings 和Anker的logo 稍微有点可惜的地方 就是这个logo 不是一个立体的 它应该是一个金色的印刷 这是第一个特色 一个很特别的特色 第二个 我想大家留意一下 关于 Chronograph的大秒针 在屁股上面 有一个大的B字 在底上有一个船楼 亦都是Brightling Wings 和Anker的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 在现在的大部分 它有的model 已经没有再出现了 已经不见了 这么漂亮 这么特别的屁股 这个设计 所以呢 在设计外形 size 设计方面 是因为这些元素 我就选了这个model 而且说真的 在Brightling 是王众多的世界 在B01的手标 B01的movement 开发成功之前 其实Brightling 所有movement 都是用通用机芯 都是用ETA的 所以说真的 在它的价钱 定位 要选择 就是用通用机芯 其实它选择有多少 所以我自己都不会觉得 首选要买的牌子 或者我相信 大部分的玩手标的朋友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去留意 或者不去选择Brightling 也很快去讲讲 Dial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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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一般的toothwatch 一样 我觉得有少少磨砂 有些凹凸感的设计 令手标 看上去 不会有些 很glossy 很反光的 一些折射情况出现了 影响了很热毒性 有三个Septile 就有少少的 一些 好像Sunburst的 少少的太阳纹 不过呢 这个手标 其实这个Generation 都很久远 这个它制造和卖的时间是2012年 最后折射到2021年 我相信当时的技术 Dial 即是关于Sunburst的放射文 一些唱片面 都来得不太明显 也不太深刻 Septile的设计是这样 所有的指针 即是由 分钟 时 分 chronograph 计时 Septile Septile 小秒针 都是用high polish 的设计 马上在这里 都马上试试 夜光给大家看 因为我发觉 看影片 自己经常都不记得 纵使这个手标 看回保养 其实这个手标 都已经是2010年的产物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的Superlominova 相当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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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绿色 当然 这么多年 就不会用现在很流行的蓝色 所以就用绿色 晚上看上去非常强劲 24小时的盘 的index 设计 非常静默 另外哪一盘要讲讲 印刷方面 说Tractor Ring Slide Rule 就是这个斜斜的 有斜度的 SILVER 银白色的 有弧度 有斜度的 Tractor Ring 上面的印刷 用黑色 需要有些特别留意的地方 是红色 说到Dial的标盘上面 它所有的 一些Tractor Ring 一些上面的Slide Rule 的印刷 全部都是用了 这个银白色的 一个印刷 并不是白色的 所以这支标 看上去 任何角度 都是很闪 很flash 纵使Dial 很重要的地方 没有反光感 阅读方面 非常清晰 也有一个很elegant 很luxury的感觉 讲完Dial 讲完Bestle以外 都要讲讲 它这块蓝宝石水晶玻璃标面 是一个Doom shape 小小的卜形 在Brightling 这些高级的飞行元寿标 多层的anti-reflection coding 是一些必备的 大家都会留意到 如果有追开我的Vlog 大家都会知道 做Coding 做得不够 Quality 不够 或者不好 在我这个 布满了Overhead的房间 那个标盘 或者Crystal的反光 情况相当严重 我一个这么基本的 iPhone XS的手机 很难拍的 大家都会看到 非常清晰 Crystal Clear 的 一个这样的阅读 可想而知 这一块的标面 所有的 度膜 层数很高 和Quality很棒 大家可以说一下 Case 的側面 所有Brightling 的手标 Case 都用了 High Polish 的抛光处理 High Polish 的質素 相当高级 这一块的手标 所有的鞋 都用了 斜角 就不会用 Line C 做这个 contract 这是一个很特别 Brightling 世界的手标 它是一个特色 甚至到 Case Backdoll 全部都用了 High Polish 的处理 这个标 是我7月份 去做完 Full Service 也做了 Polish 所以这个手标 都相当新淨 纳纳令 我自己是一个 清潔的 潔癖的人 所以 上面有Stretch 有成 我自己都 颇介意 我自己 手标 对它 都相当爱惜 所以 都相当新淨 底部 在中心地方 就有自己的 Brightling Wings And Anchor 的一个 logo 是一个立体浮雕 一个 encreate 底部用了 这个噴纱的处理 大致就是这么多 这条皮表带 经历了这么多年 我自己的手 都有 所以这条 是一条 订制的 Alligator 即是美国 美洲鳄鱼皮 的皮带 来的 跟着它的Style 一个非常厚 接近4mm 的 垂的位置 一直流动到 耳朵 用了很粗 四五条 一个白色的车线 一个很高的质量 不说 大家不知道 大家看到这些 这么高的皮表带 以为 真的不知道 订造 有索价 至少 二千元 抱歉 这条 其实在淘寶上 订造 有机会 都分享一下 Raymond 究竟如何去买 或者如何去订造 一些皮表带 皮表带 这条不多说 100% 跟着 Brightling 的设计 跟着 Brightling 的设计 去做 这一款的Brightling 令我特意去选择 亦都很喜欢的地方 就用了这个 High Polish 的Pin Buckle 就不是用它 当年一个都很难戴 又长又盛 内设设计 的 一种 EZ 接扣 所以 整体的 整体 Raymond 都相当喜欢 24小时 的 Cosmonaut 一个 Navy Timer 很重要的 Series 所有最经典 Brightling 所有最重要的元素 基本上 都在这里 还没说这个动作 这些动作 刚才也有说过 那么多个Generation 其实 Cosmonaut 都用一些很正的 很Legendary 一些经典的动作 有Venice 有Lamalia 有用它 共同开发的 Calabra B-10 亦都用它自己的 Brightling 自主研发的B-01 反而 Raymond 选的 这个动作 B-22 B-22 其实 这个动作 就是 ETA-2892 超薄大三针的 Bass movement 再加 Duby Depress 的 Cornograph 的 模组 去做到 B-22 的动作 为什么有这么多Legendary 动作 不选择 而要选择这个 动作 不说 大家不知道 由Venice 到Lamalia 一直到 Calabra 11 都好 这些叫 经典的Cosmonaut 全部都是拿不到 或者Brightling 没有去拿 COSE 的天文台 影情 唯独是要去到 这个Generation 这个 B-22 他就真的拿到 这个 瑞士天文学 认证 所以这个手表 很特别的 他有别于所有的 Cosmonaut 会在Brightling 牌子下面的 第二行 就会印着 一个叫Cosmonaut 的名字 回来 这个Cosmonaut 就会印着 一个叫 Chronometer 的一个 字 这个 就 在一个 那么多Series 里面 比较特别的地方 还有这个 不是一个 一般的 Chronograph 它是一个 Flyback 即是非反的 计时 非反计时 之前我也有介绍过 它是一个 28800 震频 即是4Hz 的一个 Movement 它的 power reserve 就应该 去到 42 小时 拿到 COSE 的 认证 所以它的 走时 相当 相当 准确 非反 Flyback 就是随时 按这个 reset 按 计时 音 所有 累计的 minutes 或者 hour 就会立即 自归零 将 计时 重新 新 计时 按 停 然后 再按 去归零 因为这个 Movement 那么特别 所以 Reyman 在更多的 Cosmonaut 系列里面 我选了它 大致上 今次想介绍的 Brightling 手标 一只 很有名的 Nafitama 也差不多了 介绍得 如果 你说 要 买 Brightling 手标 而 只有 你只可以 一只 我相信 Nafitama 一定 没错 其他 Cronomac Coach Rescue 不是说 不好 但是 要 给到 同样的功能 有一些 共同的价钱 在同样的 价格 价格 真的 你会有很多 选择 回到 Brightling 最有故事性 最有故事性 一定是 Nafitama 一定是 属于 Cosmonaut 它的名气 当然 不可以 得上 Omega Moonwash 始终Moonwash 都是 一个大的 Schwarz 集团 铺天盖地 大量的 资料 就可以 帮我买广告 煲它的产品 Brightling 一直都是 一家私有公司 直到 2022年 才是 给瑞士 一家 CVC 一家众筹 和 一家 capital 公司 买了大部分的股份 所以 Brightling 一直都是 家族经营 用它自己的 资源 拆清 R&D 辛苦设计 卖广告 Marketing 等等 各方面 有了 私募集团 或者 有了 这样的集团 会不会对 Brightling 的未来发展 会更加好呢 那就要拭目以待 CVC 这家公司 亦都说过 希望在 未来的 2027年 将 Brightling 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 就上市 看看 到时 几年之后 Brightling的发展 会不会好呢 品牌 看看会过去这几年 未来的这几年 它的设计 它的发展 会不会比它之前几年 会有些大跃进 有些更加好的发展 那如果 大家是喜欢一些有故事性的 一些现代飞行员的手标 而大家又好像Raymond那样 追求 Brightling 追求功能 都追求到七十八八 那开始都会 特别留意一些 很特别 很unit的 一些products 一些型号的手标 大家不妨去留意一下 Brightling的手标 就像这类型的设计 这类型的摩托 这类型的设计 香港就真的比较少见到 可能在外国 Kontos 24 其他地方 就会比较多些 好了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我自己觉得 又用了三十分钟 今集就介绍了 Brightling 它里面很重要的 一个series Navy Timer 最出名的系列 还有很多朋友 根本未见过 甚至是Brightling的自己 一些自己的员工 他都未见过的 一些Cosmonaut 这个特别的系列的手标 好了 下次再拍其他的手标 多谢大家 好 少了无愉快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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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